不行了, 武器了 先休息一會, 有這麼快的武器 我偶爾跑一下, 哪像你的東西跑這麼夠氣 沒有了, 因為要客人需要蝴蝶嘛 在外面又拍戲, 怎麼有時間呢? 對了, 你平時哪兒跑得那麼多? 我常在家附近跑一下 多數跑半個小時左右 然後練拳腳就這樣 原來你一直有練習的 是呀, 因為保持著身手敏捷 就一直跑步和踩腳的感覺 對了, 那你這輩子只顧著拍戲 那就沒什麼機會練習 我拍這支動作片嘛 是呀, 這樣而已 對了, 拍拍有些東西想問問你 你現在拍的戲叫做雙耳蝴蝶 我知道雙耳就是手扣不解 蝴蝶為什麼呢? 蝴蝶? 蝴蝶是代表女性的 我們女CID當然是代表我們 對了, 雙耳蝴蝶是說什麼的? 我女CID屬於行動組的 出去扮演我們捉飛仔 對呀, 還有去…不要大單的個案 我們都出去的 沒有刺激 是呀 在我印象裡, 你一向都是扮演古裝的俠女 這部戲是否是你第一部時裝動作片 我想算是第一次的了 雙耳蝴蝶是一個寫飾的時裝戲 你有沒有想過怎樣揣摩這個角色? 有呀, 我有看過女CID是怎樣的 那我希望我自己演得自然一點 有一次, 不知道多好笑 我們去Discord裡捉人 捉我出來要問話的 導演排完之後跟我說 胖胖, 你要兇一點, 知識一點才行 原來要很兇的嗎? 你平時的人這麼斯文, 怎麼行? 不是這樣說的 不過我看女CID有兇有不兇 都挺斯文的 現在對於不法之徒, 不兇一點怎麼行? 那倒是 好, 我們看看你在雙耳蝴蝶裡面 怎麼惡化 不用等那麼久, 現在又惡給你看 是呀, 不用 傅先生 Dinny, 你剛剛拍完嗎? 不, 沒到我, 先拍一拍 我看見你打得這麼精彩 在戲裡面, 你要不要打? 我也要一點點, 我就不會打 人家教我, 我就唯有數著 就像跳舞一樣 一二三四, 一就是舉手 二二就是踢腳, 三就是轉身 就是貨必荒 為什麼那個妝這麼… 難怪他完全沒有化妝 還有, 為什麼就這樣紮起頭髮呢? 因為我戲裡面做一個很隨便 很粗鋼的女CID 那就是俗語所說, 就很烏鋼的 所以我… 不怪得知了 對了, 好像在我印象中 是自從有中編劇以來 你是第一次做的 那有什麼感受? 我沒什麼感受 我喜歡演戲 不管他是中編也好 場編也好 單元也好 總之有戲做, 我是喜歡 是的, 我知道你很敬業樂業 無論角色大小 你每一次都識力而負 好像那次在風雲裡面 你不是做過律師嗎? 雖然是挺長氣的 但你也很努力地做 做得很有性格 像你唱歌一樣 唱得很好 你什麼時候學得嘴這麼乖 不是, 這是事實 對了, 你這個角色 除了要很隨便之外 還要怎麼樣 除了他是很烏鋼之外 他是一個受教育很低的人 就好像以前 大概是很多年前之前 就是六年級 就可以進去做警察 那種 變成他經常都升不到級 他又缺了分, 有一對兒子 他丈夫又調去邊界做事 變成他又要兼顧家裡 又要做事 變成他人很忙 就弄得他人很忙 跟你本身的性格有很大出飲 你給我的印象是很斯文 因為有時候在化妝間見到你 多數都是不出聲 坐在那裡 就算遇到不開心的時候 你也最多說 沒理由…就這樣就算了 那一個角色跟你本身的性格 這麼不同 你怎麼去傳播 我想我是喜歡看電影 大紀錄片 以前看電影 就算是警匪片 進了這裡 到現在我要做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就從這裡找出來 就是這樣 除了前面說的之外 你有沒有想著 怎樣要將這個角色更加形象化 這個角色 雖然他是很烏尾 很脆 但是他人很猛 而且他的心地很良善 所以他裡面 人們就叫他做猛婆 猛婆 原來楊潘潘和葉德閑也有份 演出新劇商業蝴蝶 對 阿生 你又說有什麼最新消息 最新資料 告訴我們 第一手資料 就是有一個新劇集開拍 由金國亮監製的《執賭寶》 他們剛剛在昨天開了一個 記者招待會和工作會議 今次在《執賭寶》這個新劇裡 金國亮除了是監製之外 並且會自編自導自演 你看他講得多慶高采烈 昨天下午 所有工作人員 和有份參演的藝員 都有參加這個工作會議 聽監製說一下這個新劇的內容 和角色分配等等的問題 大家見不見到阿緊都有份 他說很久沒演戲了 所以氣韻大發 一定要粉墨登場 而公陽佩山 又會以一個全新的形象 和大家見面 還有黃韻詩 認不認得在黃韻詩旁邊 就是演技精湛的老氣骨 劉克酸 就是我們新加入的老前輩 除了劉克酸是新同事之外 還有一位新同事 就是陳琦琦 開完工作會議之後 接著是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有很多記者在問問題 是 那邊的記者和監製 聊得很開心 而這邊的導演 吳小雲霍耀良 和一班工作人員 就已經在談拍攝的計劃 這次在新戲裡 又有兩位新同事 是的 除了飛雪台不斷有拍攝新劇之外 明珠台也有很多有份量的節目推出 好像下個星期六晚八點鐘 的三陽劇場之 二十五世紀宇宙戰爭 就是一個場面偉大 類似星球大戰的太空幻想片集 第一集 第一集是除了安排在八點鐘播映之外 以後就會安排在八點半播出 星寶喜相鳳 我們這張海報都穿得不錯 挺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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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張監製 你監製的男人之家 已經放完了 待會K8之後的星寶喜相鳳 又是你的新作 不如跟我們說說劇的形式 原則上跟男人之家 差不多是處境喜劇 比較輕鬆 但是所分別的 男人之家 說兩個男人之家 比較個人化 這個主要是反映社會的事 所以比較社會性 不會那麼局促 類型的範圍大很多 你連續都開兩個都是喜劇 其實你自己是不是很喜歡喜劇 對 你很喜歡笑嗎 對 笑口上開 我覺得其他類型的節目 我們公司已經有很多 還有那些是很刺激 很緊張的戲 如果我可以有輕鬆一點的 可以調整一下 還有香港人的生活已經很緊張 對 看一些輕鬆一點的 笑一下 鬆弛一下 我覺得挺好 很舒服的 我們把圖片設計得這麼漂亮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裡面的五個人 有胡蘇的男人 劉丹 他跟劉敏儀式演兩夫婦 Louie 就是劉敏儀的弟弟 而景代音就是Louie的女朋友 而劉敏儀是Louie曾經在方溫時代同一群 但失散了剛剛遇到的同學 對 他們五個人分別代表了社會五個階層很典型的人物 究竟是哪五種的典型人物 例如劉丹 她就是代表了一些比較高級一點點 就是中上階層的人 就是做一個頗高級的行政人員 她就要做每一件事都是要得的 有時可能會不擇手段一點點 但都要達到目的 而她的太太就是香港很普通的職業婦女 她在戲裡面的角色就是做一個教書的女人 就是她教半天的 她主要的職業其實就是教書 但是全力就是去炒樓、炒金、炒股票 盡真銀 盡真銀 有很多這些人 而Louie就是剛剛讀完書畢業 就是剛剛踏入社會的青年 就是滿腦子理想那些 理想青年 而景代音就是她的女朋友 也是很有理想 但是就是好像一些剛剛不言語的女生 那麼無憂無女 吃一包無憂很自在很快樂 有幾錢很快樂 有五元還要五元那些 而廖啟智那個就是特別一點 她就是比較代表低層的人 就是什麼工作都做過了 就是那些古惑仔 那故事的背景又是怎樣的 我剛才說過 每一集都是以反映時事為主 所以背景是會不同的 那譬如第一集呢 等一會要播映一集說什麼 是 第一集就是 現在很流行炒樓 很熱門 那些人不是在街上睡幾天幾夜 那就是要買樓 那第一集就是講這件事 那就是拍了很多人在街上輪樓的事 就是他們也有份排隊的 結果排成怎樣 嚇到很多人 那些人就不告訴你 那我們一看吧 也很快而已 謝謝你這次白亡鐘地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我們有一點點紀念品是送給你的 就是我們的陽光先生 天氣先生 為你報道天氣湯 究竟有陽光還是沒有陽光 沒錯 今天天氣是怎樣的 我想知道我今天的天氣先 很想知道是什麼 有沒有陽光 好開心 其實各位觀眾都可以有機會得到的 除了會在下期的香港電視隨書附送之外 大家可以記順來我們是KB殺取的 不過最重要的 一定要記上一個廉有郵票的回郵信封 而且最好的信封就是大一點 否則就裝不下了 我們夠時間看新戲了 是呀 是呀 應該碰到曾監姐 你先在餅前吃個月餅 我還知道夠時間吃月餅 是呀 吃個月餅 謝謝大家 幫忙 也不知道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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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